一个僻静无人的公园 老林正与一群血气方刚的学生们对峙 他想要找出欺负自己女儿的学生 但这群学生却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们出言轻挑 满脸带着对老林的蔑视和嘲讽 甚至其中领头的同学 竟然走上前扇了老林一个耳光 老林的愤怒到了顶点 但他依然克制自己 想要通过合理的手段解决问题 那个扇了老林耳光的混混 却嘲笑老林 女儿和父亲都挺能挨打的嘛 说着便要举手再打老林 老林的怒火在这一刻达到了极限 想着女儿凄惨的样子 老林举起了手中的拳头 左勾拳右勾拳 这群战力威灵的学者们 在老林手中走不出两招 便被打趴下 倒在地上的人越来越多 很快老林面前便没有能站着的对手了 老林在年轻的时候 曾是学校最有潜力的拳击手 作为学校重点培养对象 是要参加汉城奥运会的 虽然身手很好 但老林从不敢学什么打架 但因为一次学校之外破了力 当时学校的一群学生 被一群小混混欺负 他们看见老林从旁边走过 大喊着他的名字 老林便没忍住出了手 混混很快被打倒在地 就连混混头目小朴 也被当时的小林打得倒地不起 第二天小朴为了找回场子 找到了小林所在的学校 由于自己运动员的身份 小林不方便出手 学校的富二代扛把子阿浩 就派他的小跟班小李出场 小李与小朴的战斗平分求色 两人打了个平手 小林也趁机逃离了现场 由于阿浩替小林出手 于是三人便成为了朋友 但丢失面子的小朴没有放弃 当三人在学校聚餐的时候 小朴再次找上门来 小林不胜其烦 就决定让小朴打几拳出气 这事就算过去了 小朴打完小林两拳后 觉得他身手很好 为人有正义 于是四人便成了要好的朋友 并且组成个名为M4的组合 就是致敬当年火爆亚洲的F4 虽然身为要好的朋友 但四人的志向完全不同 身为混混的小朴眼中 既是英雄本色的场景 把自己看作一波云天的发哥 阿浩作为最大财团的富二代 这些学校时的友谊 只是他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 在他的心中 其实未将三人当作真正的朋友 跟班小李也全部为阿浩 马首是战 毕竟他全家都要依靠 阿浩的财团养活 而小林最大的愿望 便是能代表韩国参加奥运会 小林奥运会的选拔赛 很快来到了决赛阶段 他以出色的成绩 在决赛中战胜了对手 但裁判却因为小林的年纪 将奥运会的参赛名额 给了输给他的对手 小林与他的教练顿时失控 他们冲上裁判席 大闹了会场 小林也自此变得一蹶不振 彻底开始了放纵 在一次餐馆打架斗殴中 小林四人将他们的对手打成重伤 小林四人被抓到了警局 富二代阿浩很快被家族保释了出去 剩下小林三人待在看守所中 看守所的黑警 看到小林三人身手很好 便把他们介绍给了黑帮老大老胡 老胡向他们承诺只要将目标人物杀死 就能给三人荣华富贵 在三人作案的途中 小林想通一切突然变卦离开 小林转身去追小李 但对方却始终不肯继续做这样危险的事 等小林回到楼上的时候 小嫖已经将人捅上 看着浑身是血的小嫖 他顿时感觉到事情变得非常危险了 就在这时楼下响起了警铃的声音 此时二人才知道原来他们中了圈套 最终小林藏在了楼内 小嫖默默地承担了所有的罪责 被关进了监狱 多少年过去了 小林变成了老林 现在在经营着一家面馆 阿浩也继承了家族企业 成为了财团的老总 而小李也变成了老李 在财团内依旧是阿浩的一个跟班 三人再也没有了联系 友谊也从那次事件彻底变得淡薄 老林面馆的生意非常惨淡 妻子的早逝 让他与自己的女儿关系也非常的疏远 女儿在学校里经常受到同学的欺负 但女儿似乎继承了父亲基因中良好的运动天赋 打架非常的在行 这不女儿再次在学校中惹祸了 他将女同学打伤住进了医院 老林去看望受伤的女同学 对方不依不饶地想要学校开除女儿 老林为了祈求对方的原谅 在医院里给对方家属跪下道歉 但也只是换来了对方的原谅 仍要赔偿对方搞我的医疗费用 前面说过老林的面馆生意惨淡 所以他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赔偿给对方 但如果拿不出医药费 女儿依然要面对学校开除的处罚 于是老林想到了前阵子来找过他的一个导演 电视台正在举行一个传说的拳头的节目 节目里寻找一些民间的拳击高手 如果在节目里赢下比赛 就能赢得2000万韩元的奖金 导演原本来找过老林一次 但被老林拒绝了 现在因为急需用钱 老林不得不参加比赛 老林首场面对的对手便是一个职业拳手 在之前他曾打败过无数挑战的对手 老林上场后因为多年没站在比赛场上 还未适应比赛的节奏被对手接连的击中 腿上受了轻微的伤 但简单治疗之后 回来的老林开始慢慢的活动身体 然后整个人从这一刻开始变得不再一样 他缓缓的移动着自己的步伐 眼看着对手的每一次出拳 一次次让对手的进攻无功而返 慢慢的老林开始了反击 他的拳头一次次的打在对方的脸上身上 然后第一次将对手击倒 场下的观众和主席台的解说都发出了不可思议的惊叹 对手再次回到现场 显然这次的失利让对手愤怒了 他愤怒地冲着老林 却被老林灵活的身形躲过 然后老林再次出拳 一拳 两拳 三拳 对手直接倒地不起 老林赢得了首场比赛的胜利 全场欢呼 老林再次回到了多年以前 此刻他仍是那个奋斗在拳击场上的少年 但老林如何也想不到 他第二场的对手竟然是他多年未见的好友 小朴 小朴在监狱服刑多年 出来后已经变成了中年游腻大叔老朴 老朴出狱后 一直就跟着当年的老胡混起了黑社会 这次参加比赛也是老胡的意思 但老林似乎比老朴更需要这笔钱 他与老朴的对战一如当年 老林靠着自己专业的拳法和出色的技术取胜 老林拿到了2000万的奖金 在解决掉燃眉之急以后 老林便毅然决然地退赛了 但老林KO职业拳手的视频 很快在网络火爆 老林餐馆的生意也渐渐地变得火爆 眼看日子一天天变得好了起来 老林在家人和朋友的怂恿之下 再次回到节目继续打拳 年纪40的老林虽然体力大不如从前 但年轻时练就的好体能和抗击打能力 还算被继承了下来 老林在拳击赛中靠着出色的身体条件 和出色的技术 连续地战胜一个又一个对手 奖金也积累到了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 但此时老林的女儿却在学校遭遇了学校霸凌 当老林看着头发凌乱身上到处是伤的女儿 心中感到分外的心疼 在老林的调查之下 终于得知了欺负女儿的那帮人 没想到对方竟然主动向老林约到僻静的公园之内 本来老林想以家长的身份心平气和地解决这件事 没想到现在的学渣孩子比老林那个时候还要嚣张 不但对老林的话不屑一顾充满讽刺 甚至还动手打了老林 当学渣们出言侮辱自己女儿的时候 老林再也忍不住了 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作为拳手的老林 对付几个战斗里几乎为零的混混 肯定是手到勤来 老林三拳两脚解决了这帮学渣 然后老林像多年前奥运会被淘汰时一样 发出了巨大的嘶吼 由于是自己上节目才给女儿带来这样的麻烦 所以老林现在对于传说的拳头这档节目充满了厌恶 他只想快点结束这场闹剧 但此时节目组却请来了在财团折服多年的跟班小礼 在擂台上两位好友时隔多年再次见面 老林是一脸的冷漠 一心只想求败的老林如愿以偿的在这场对局中败下阵来 回到家老林和女儿彻夜长谈 父女俩终于放下心中的隔阂相拥而弃 而回到公司的小礼却受到了阿浩的百般刁难 本来去参加这个节目就是阿浩的意思 他从学生时期就想知道小礼和老林到底谁更厉害 但此时两人的一场假赛让他兴致全无 他找来公司的安保 让小礼与他们对战来平复自己的怒惑 小礼看着眼前这个自己跟随多年的朋友 从这一刻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地位 他毅然决然的辞职离开了公司 传说的拳头节目组决定复活一些人气高的选手 再次回来参加比赛 老林以绝对的人气理所当然的入选 而小礼也在此次入选的名单之中 另外其他参赛的还有黑社会老大的手下光头哥 本来老林是不想再回去参加比赛的 但父女俩重归于好之后 女儿开始变得支持父亲追逐自己的梦想 在女儿的劝导之下 老林决定重返赛场 更何况最终的胜出者还有两亿韩元的奖金 票选四强很快产生 老林的对手正是黑帮老大的手下光头哥 而小礼的对手则是另一位实力强劲的职业拳手 在比赛即将开始之前 老胡派老朴找到了老林 许诺以两亿韩元的价格 让老林在比赛中输给光头哥 老林看着眼前的巨款 向着虚无飘渺的梦想和自己可爱的女儿 几番权衡之下 老林最终还是接受了 节赛很快便到来了 首先进行的是小礼和另一个职业拳手的比赛 此时没了工作的小礼一心只想允许这两亿韩元 金钱倒是其次 主要是为了几个人年轻时的梦想 但小礼对阵拳手的比赛打得非常吃力 小礼一度被对手压制的抬不起头来 完全是靠着一股意志力 才取得了比赛的最终胜利 但小礼也因为这场比赛腿部受到了较为严重的伤 老林看着受伤的小礼 一直劝他放弃比赛去医院治疗 但固执的小礼一定要坚持打完比赛 小礼的坚持让老林左右为难 如果自己故意输掉比赛 让光头哥进入决赛 那么打法凶狠 而且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光头哥 肯定会着重攻击小礼受伤的腿 到时候小礼很有可能会落下终生残疾 甚至丢了性命 如果自己不打假赛 自己进入决赛 面对这样的小礼自己也不忍心跟他打比赛 在友情和金钱的抉择面前 老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友情 他将两亿韩元退给了老胡 然后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赛场 与光头哥的半决赛 老林打得分外艰难 老林两度被对手阻死 但他都冒着受伤的危险摆脱出来 老林此刻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一定要进入决赛 不然小礼或许会有性命之忧 老林凭借着一股坚定的信念 不断地将对手打倒 然后再被对手打倒 两人在极限的体力中 筋疲力尽浑身世上 此时的老林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想到了自己的奥运梦 想到了曾经的拳击梦 当对手猙獰着冲过来的时候 老林看嘴时机 一拳把光头哥KO在地 老林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进入了决赛 全场欢呼 老林终于战胜了对手 也战胜了自己 就当所有人想要再看一场 精彩绝伦的决赛时 老林宣布退出决赛 最终小礼在比赛场内 接受两亿奖金 老林和女儿肩并肩走出体育馆 奖金没获得 打假赛的钱也失去了 但此时的老林虽然失去了金钱 却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迎来了失去的友谊 以及女儿之间的亲情 生活有些时候就是这样 在金钱与梦想之间 我们总要抉择 有些人会选择为了金钱 放弃梦想 放弃友情 甚至放弃亲情 这并不奇怪 因为在金钱的魔力之下 所有的东西都会扭曲变形 但总有那么一些人 在金钱的诱惑之下 坚守本心懂得取舍 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 这个世界才变得美好 不是吗